将人骨扔进打面机里会得到什么 老头好奇地扔进去了一块 发现得到的粉末和面粉无益 于是他身四辖无人索性把一袋人骨全部都倒了进去 这样他就彻底地销毁了杀人证据 老头名叫佩音源 是名退休教师 平日里为人和善 非常的老实 甚至连只老鼠都不敢上 可是他为什么会被逼成杀人犯呢 这一切都要从他那个不孝子开始说起 五年前的塔西姆的儿子在网络的影响下变成了精美分子 说什么都要去美国深造 他张嘴就要250万卢币 不然就离家出走死给他们老两口看 但对于塔西姆这样的家庭来说 250万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怎么可能拿得出来啊 没办法塔西姆只能向银行贷款 可银行当时最高只能批100万 那剩下的150万 塔西姆只好用房子抵押 甚至向黑社会借高利贷 他本以为只要儿子完成了深造 回到印度找个好工作 他们就能挣到钱还清贷款 但万万没想到塔西姆养了个白眼狼 儿子去了美国整整五年都没有回来 在那边还娶妻生子买了房子 过得那叫一个滋润 但是这个苦了塔西姆老两口子 他们想看个儿子就要跑到网吧视频 看一眼孙女还被儿媳嫌弃 母亲就抱怨说了句自己得了关节炎 儿子就误以为他们想要钱 还说关节痛是年纪大的原因 就是来到美国也吃不好 反正各种的不耐烦 尤其是提到了贷款 那简直就像踩着尾巴一样 分分钟给你挂断视频 因此偿还巨额贷款的事就落在了老两口身上 银行那边还好说 黑社会这边就惨了 好债的混混 潘迪经常上门 对他们两个内视各种的侮辱 甚至还带着小姐在他们家胡搞 有一次塔西姆刚从银行取了点钱买菜 还没有污热呢 就被潘迪一把抢了去 为了惩罚老头 他故意挂了二挡 让他在后面推车 塔西姆敢怒不敢言 只能乖乖听话 尽管活得连狗都不如 但塔西姆依然善良 他在闲暇之余 照常给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补课 甚至从牙缝中抠出一点生活费 给学生买蛋糕庆祝生日 但也就是因为这份善良 让塔西姆陷入了绝境 第二天潘迪带着房产经纪人闯了进来 对方一边测量 一边盘算着房子的价值 原来塔西姆的贷款力滚力 已经到了无法偿还的地步 就算房子卖了也只够点利息 塔西姆当场就崩溃了 房子卖了他们老两口去哪啊 他百般求行 请祈求潘迪再给他一点时间 就在双方争吵时 一个女学生写完了作业走了过来 他想让塔西姆帮忙检查 结果引起了潘迪的注意 这个畜生的双眼 在小女孩身上不断地游走 并且时不时露出猥琐的表情 塔西姆一看就知道了潘迪在想什么 他示意女孩不要和潘迪说话 赶紧走 但此时为时已晚 潘迪恐吓塔西姆 只要是赶坏自己的好事 就让他们老两口子 故事荒野 塔西姆忍无可忍 决定报警寻求帮助 不料刚到了局长办公室 竟撞到了潘迪 他质问塔西姆 怎么你是来举报我的 要不要给你扔个位置 塔西姆一看这架势心想完了 这狼狈为奸 别说举报了 报警可以不能立案 他刚回到家中还没缓过来 潘迪又闯了进来 他上前就是一大二瓜子 经过塔西姆再敢不来 就把他撕碎了胃狗 不过他也可以大发自卑 暂且饶了他这一次 现在就去把那小女孩尼娜叫来 他已经十二岁了 刚好能用 塔西姆听完呆在了原地 他当了一辈子的老实人 被无数的人欺负过 被无数的人误解过 他从来不去抵抗 也不反驳 统统隐忍下来 但像潘迪这样 如此丧心命狂的畜生 他还是第一次见 这件事也成了 压垮塔西姆的 最后一根稻草 他绝不允许这个畜生 碰自己的学生一下 想到了这里 塔西姆善良的眼神 充满了杀气 慢慢变得凶狠起来 他趁着潘迪犯罪 躺在了沙发上休息时 一螺丝刀 捅进了他的喉咙 什么叫做完美犯罪 潘迪正躺在沙发上休息 起了下一秒 就被塔西姆 一螺丝刀捅进了喉咙 由于没有刺中大动脉 潘迪还稍微的挣扎了几下 他死死地掐住了 塔西姆的脖子 导致他窒息不等呼吸 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可这依然逃不掉 他被杀的厄运 随后塔西姆关上了门 取了斧子 锯子 报纸塑料袋等物品 然后灌上了一大口二锅头 开始了自己的毁尸灭迹 塔西姆在客厅分尸的声音 让妻子惊恐的无法呼吸 他张大了嘴巴 根本不敢想象外面的一切 一个小时后 潘迪被砍成了几百段 装进了麻袋 接着他把家里打扫干净 洗掉了身上的血腥味 坐上凌晨的公交车 来到几十公里外的郊区 他找到了一个破旧的寺庙 把尸体扔了进去 为了不留痕迹 他又浇上了汽油 将尸体烧成了渣渣 但因为此时柴火不够 有些大骨头没有焚烧彻底 无奈之下 塔西姆只好把它们捡起来 随身携带 回家的路上 他刚好路过面粉店 听到了里面 嗡嗡嗡嗡打面的声音 塔西姆想到了办法 他给老板二十元钱 让他外出换铃钱 然后趁其不再 将一袋子骨头倒了进去 随着机器的运转 潘迪彻底的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人会登门讨债了 可还没有清静几天 警察就找了上来 潘迪无缘无故的消失 肯定是被杀了 想到他生前 经常来到塔西姆家讨债 塔西姆也成了头号的嫌疑人 不过塔西姆早有准备 面对警察的盘问 他对打如流 一口咬定什么也不知道 但他的妻子就不行了 心理素质超差 满脸都写着我杀人了 他的表情 自然也引起了警察的怀疑 但因为没有证据 警察也没有办法 为了尽快让塔西姆开口 警察叫来了潘迪的妻子 让他去说服老头 潘迪的妻子哭得那是鼻涕一把 泪一把 他知道自己的丈夫不是什么好人 但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 他恳求塔西姆如果知道潘迪的下落 一定要告诉他 不过塔西姆依然没有露出马脚 可他的妻子就不行了 他实在是扛不住这种压力 杀过人的塔西姆 在他的眼里就是恶魔 甚至晚上做梦 他也会梦见塔西姆杀了自己 他害怕塔西姆选择不再和他说话 也不交流 两人的距离因此越来越远 眼看着妻子就要走火入魔了 塔西姆决定去自首 不巧的是 局长刚好外出办事了 塔西姆只好向值班的警察 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但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白痴以为塔西姆在开玩笑呢 就连半截身体都埋进黄土了 还能分尸杀人 你别闹了 肯定是悬疑小说更多了 七星老头去警局自首 哪知道值班人员听都不听 就将他赶了出去 像他这种善良的老人 怎么可能杀人分尸呢 既然自首不成 那就只能向妻子谈白一切 他把潘迪那天晚上说的话 全部都重复了一遍 妻子听完终于理解了塔西姆的做法 像潘迪这种畜生 再杀五百个也不解恨 到了晚上 局长得知了塔西姆的事 气得一巴掌甩在了手下脸上 塔西姆说的都是真的呀 值班警员居然把他放了 为了紧快破案 第二天一早 局长就把塔西姆喊了过去 让他签字花样 那人知道塔西姆竟然不承认了 妻子已经原谅了他 傻子才会认罪呢 况且警察又没有证据 就这样 塔西姆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警局 然而他前脚刚迈出去 后脚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原来是黑帮老大召唤他 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债主 潘迪只是一个马仔而已 所以塔西姆欠下的钱依然要还 黑老大给他三天时间 否则就拍卖他的房子 老两口实在是没办法了 只好再次向美国的儿子求助 不等儿子把话说完 塔西姆就绝望地挂到了视频 然后他让网吧老板 注销了自己的账户 从此以后再也不要这个亲美分子 是死是活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吧老板看着塔西姆 快要哭泣的脸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种事他见多了 无数个父母在他的面前 选择和美国的儿子绝交 到了晚上 局长再次来到了塔西姆家周围调查 通过了人力车夫的对话 局长确定潘迪已经遇害了 并且从一个ATM机的录像里 找到了潘迪抛尸的证据 按照印度的尿性 现在只需要抓到塔西姆驱打成招就行了 但局长并没有这么干 他私下里找到了塔西姆 一直劝他自首 言语间根本不关心潘迪的死活 而是一直逼问潘迪的手机在哪里 这让塔西姆瞬间想到了什么 局长所说的手机里面 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他回到了家中 翻箱倒柜各种的寻找手机 最后什么也没找到 正当他准备放弃时 突然想到了那碗潘迪的坐姿 果然从夹缝中找到了潘迪的手机 原来里面有大量局长约会嫂子的视频 还有各种行贿的证据 怪不得他们两个同流合污呢 有了把柄 塔西姆正准备以此来要挟局长 那日刚好碰见了黑老大上门催债 黑老大把塔西姆家里的所有东西都砸了一遍 还当众逼他跪下殴打 一个老实巴交 当了一辈子的教师的大好人 就这样在邻居的面前丢起了脸 他们拿着手机录像 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还在一旁怯怯思语 说他们活该 谁让他们把儿子送去了美国呢 受尽了屈辱的塔西姆再也坚持不住 他约来局长坦白了一切 并拿出了那部手机 塔西姆什么都不要 只想自己死后 能让局长好好地照顾他的妻子 局长听完了动了侧影之心 于是他和塔西姆做了一个交易 他去处理潘迪的杀人案 塔西姆帮他保住仕途 当天晚上局长来到了塔西姆家里 找到了作案工具 然后连夜嫁祸给了黑老大 就这样 黑老大成了替罪羊 塔西姆不仅不用坐牢 欠款还没了 为了遵守约定 塔西姆按照指示永远的消失 临走前他带着妻子 找到了那个小女孩妮娜 然后把自己家的房子钥匙给了他 还嘱咐他 如果自己的儿子回来找他们老两口 一定不要说 他们就当没有生过这个白眼狼 看完了整部电影 总感觉莫名的心酸 都说养儿防老 这防的是什么老 好了 本期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推荐指数三颗星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